好,各位又到這個《忌安的未來世界》了 前幾集,《忌安的世界》都很灰暗的 就有新的變種病毒出現 究竟口服藥行不行?又不知道 也有很多新的科技發明 對大家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今天因為都接近聖誕節了 就不要說這麼悲觀的事情 說一些樂觀一點的事情 還有就是稍閒一點的大家 可以去知道一下最新的一些藝術 我們很少講這個題目的 我們講過NFT賣歌 但是真正講這個藝術與科技的關係 都是第一次了 就源於現在在這個藝術品拍賣市場裡面 傳統的那些街士德、蘇富比或者那些畫廊 就好像越來越搞不定了 上次《Beeple》都好像是傳統 好像是Christy拍的 傳統拍賣的 我們講過一集是講這個 數據藝術品的作品 接下來也都 Christy和蘇富比 一直陸陸陸陸陸陸都有去做一個 以一個傳統拍賣方式 去拍賣這些所謂的NFT 但是其實之前 我有一集講過都是 NFT對我從技術角度來說 其實你說我買了NFT 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因為NFT基本上就是幾行曲 對你一個權益的擁有者的保障 而根本就不代表你裡面那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更有趣 為什麼今天我會覺得 反而是發掘了這個 技安的不為人知的一面 就是我經常以這個技術角度去看 NFT究竟以藝術來說 算不算是藝術品 我一直在調查那些技術性的 NFT和這個生成藝術是怎樣發展的 生成藝術以前是怎樣的 但是原不來 技安對這個藝術和技術的 是很有研究的 所以我今集反過來 我覺得是會一反傳統 由這個Bonnie 去向這個技安學習 藝術與科技的進化史 我的真正身份 我講過很多次了 我不是一個時事評論員 這麼簡單 也不是一個政治人物 其實我真正身份 是一個設計師來的 我真的在設計學院教過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 以為我開玩笑 實際上因為我在中大讀書的時候 其實我除了歷史之外 也都是藝術 專研西方現代藝術史 就是在我的藝術學院 原因很簡單 其實我以前從小到大 都想著我的目標是去讀中大藝術系的 因為當時香港最好的 最好的讀藝術就是中文大學 但是你也知道 就等於林書豪的故事一樣 你不讀完哈佛哲學系畢業 就不准打MBA 那我就接受了父母的這個要求 去讀了歷史 但是我同時就一直鑽研 在這個藝術史上面的 一些我有興趣的問題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話策的 所以今天這個話題 我覺得也是過去 就是我們準備做節目 和Bonnie討論的時候 是recall我很多讀藝術史裡面 一些思考的問題 就是科技如何改變 一種藝術的表達方式 今天我們講NFT 這個Non-Fungible Token 這個東西 大家看上去都知道 是這個區塊鏈技術 就是演變出來的一種 就是記錄你擁有某一件物件的 一個方法 權益證明 其實就是一個權益的證明 是的 但是那個餡是什麼呢 就可以是不同的東西 可以是一首歌 可以是一張畫 可以是一個文學作品都可以 其實是 是啊 而且好像我們之前都講過 最基礎 就是當每一樣新的平台 我得出來的時候 就好像互聯網123 那樣的 本來都是最簡單的東西出先的 那我們都批評過很多時候 最簡單的時候 阿水都拿了一張JPG去買 但是其實你買了回來 你發現那個所謂的Token 這個NFT 你打開那個 你上網去那些掃描 那裡看 那個Token裡面寫了些什麼 其實它是一條URL連結的 那我們都講過了 其實那條連結 好像地址那樣 123水街 你上到那個公室裡面 究竟是一幅畫 還是一桶水 還是什麼都沒有 你是不知道的 你是完全不受控制 當然這個是1.0的世代 很快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很多人都提醒了 而最近你都會看到演變的第二代就是 那張JPG一定是一些 我們所謂的分佈式儲存上面 那就不是一個地址 是它本身那幅Digital JPG的一個 我們叫做hash value 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你最少可以對得回 就是說如果我 阿水拿一張JPG 這張就是你買的那張 你可以對回那個hash value 究竟是不是這張東西呢 還有當時也都會儲存在一些 我們之前提過的 比如永久性的儲存方式 好像ARWIF 或者IPFS 大家都聽過 那再演變下來 就是今天其實 我為什麼這麼有興趣 叫技安教我 就是我突然看到一個 就是 虛快點那個範疇發展是很快 以光速 就是好像別人那些經常都說 什麼天上一天 就是人間十年 那你經常發現 講到已經不夠一年 它已經由一代二代 變成現在第三代 Donny你記不記得 我們講Beeple的時候 是多久之前 應該是四五月 應該是四五月 我記得 大約半年前左右 我記得 大約半年前左右 你想想從Beeple 剛才你說了 就是儲存一張Digital Art 是一個URL 或者是一個實物 其實這樣的 放在一個地方那裡 然後到現在 我們今天的題目 我們所講的 Generative Art 其實已經是 跳到另外一個世代了 已經是半年了 是啊 是另外一樣東西 這個已經是第三個 就是Generative Art 究竟跟NFT 和Blockchain 現在的合成是怎麼樣 其實講這個之前 我也是 因為我們要考一下 技安的 其實Generative Art 我也是要查這個 Google Translate 去看看 中文叫做生成藝術 生成藝術 那其實什麼是生成藝術呢 生成藝術不是新的 其實這個在六零年代 五零年代已經有了 其實 那就是那個藝術作品 很多時候我們畫的時候 就是呈現在畫廊 或者在觀眾面前已經是完成了 嗯 那個過程 就是那個藝術創作的過程 那個觀眾是看不到的 其實 那這個作品已經完成了 那但是生成藝術裡面 有兩個元素的 第一就是它的過程是未完成的 是演變當中的 其實是會 第二就是它那個演變的過程 是有一個過程的 那而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會演變出最後什麼一個形態 但是演變的過程 未必是藝術家自己控制的 那我小時候 我剛才問了Bonnie 你有沒有玩過 就是把那些油性的油彩 弄在水裡 然後把那盆水 朗左朗右 推上推下 那它就變出 混合了一些顏色 就變成不同的一些抽象的圖 但是那些水朗來朗去的過程 你控制不了的 你控制一個方向 但是你控制不到它最終變成什麼樣子 那它產生出來的作品 就有一個所謂我們叫做 Randomness 或者Spontaneous 就是有一個隨機性在那裡 隨機性在那裡 或者偶發性 嗯 或者偶發性 因為那些水突然間 砰一聲 有個撲彈了出來 砰一聲 有一顆上去掉下來 那就有一點 那最終它形成的作品 就有一點在那裡 那這個就是那個所謂生成的過程 那就是以前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我們做抽象畫 都是用這些方法的 就是叫做 是 而你 最初說 就是解釋這件事的時候 我記得我 我就沒有玩過那個油性的遊戲 但是我 我也去做功課的 就是去看 其實六七十年代 原來已經有 generative art 那我就找了我覺得有一個藝術師挺有趣的 他是最早七十年代 連電腦都沒有 因為一般來說 很多現在提到 尤其是在blockchain提到 他一定是覺得你的 generative art 那個生成過程是靠一個電腦程式去生成 它不同的一個偶遇性或者 randomness 原來這個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很容易明解 什麼為之生成藝術 就是說 他這個藝術師叫做Soul Lewitt 他其實有一些作品 在1970年 7071年的時候 他有一個作品 其實這個作品是簡單的 他就是四項字 就說 請在一張白紙那裡 畫二十個隨便在白紙上面畫二十點 然後把那二十點的十點連結一起 用直線 另外那十點就用曲線wave來連結 就是這麼多了 而你說的randomness 就是每一次他那個藝術品展出的時候 都是由不同人去表達他的instruction 所以每一次展出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 visually用眼看到的那一幅製成品都是不同的 而那樣東西我看了整個時間我就 那我明白了 就是現在一個最簡單 沒有電腦的程式之下 都可以什麼為之一個randomness 什麼為之一個generative art 就是原來最早不用電腦 電腦只不過給了多一個 電腦的發明 給了他們多一種渠道 更能夠完整地表達那個generative art的過程 那康阿里都是一個generative artist 他每一次在沙灘裡面走 那個腳仔的掌印都是不同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randomness的生成的過程 來的 那現在挑戰你藝術的觀念 是啦 不過我又發現了一個小小的point 就是說在randomness之中都有一個框架 就是那個框架就是由那個藝術家放進去 就是好像剛才我說的 那個框架 那個藝術家就說你畫20點 就不是30點不是40點 不是60點是20點 是20點 的腳印的pattern 那如果你說一個創世者想的時候就說 那他四隻腳那個活動機能的範圍就是這麼多了 那你動物的四隻腳就不能亂走的嘛 你沒有理由是 就是你有那個什麼叫做什麼 就是physically有一個限制在那裡 就是好像我人的腳那樣 我最多拍到一字馬 前後腳的距離就這麼多了 有一個範圍 還有一個節奏 那我就發現原來其實在randomness形成之前呢 那個藝術那個創作就在那個藝術家去制定這些那個框架在哪裡 是不是這樣解釋呢 是不是這樣理解呢 你覺得 就是說 你又不可以是無意識的 譬如一隻蟻爬過一堆沙 留下一些線 然後我就跟Bonnie說 這張我的作品來的很值錢的 你買了它吧 10萬元美金 你理我都傻了 因為那隻蟻是無意識地走 那你說不是啊 現在generative artist是講randomness 但是那隻蟻沒有一個設定的嘛 但是如果有一個藝術家 在一個沙盆裡面設定了一個環境 然後去引導這隻蟻走出來那條線 所組成的一些線 那那個可以是藝術品來的 那隻蟻無意識地走是兩回事 他可以說 抗壓你無意識地走 跟我帶著抗壓你走 是兩回事 又或者它的框架是一個沙灘 你放一塊豬肉 一塊牛肉一條魚 煮熟了的 放在三個隨機的位置 接著抗壓你走的那條路 就是那個藝術品 其實可以啊 你可以出一個anaptive 讓我記下來 大家記住買的 真的 我覺得就是一個大的挑戰 Beeple我們上次說 它就是一種 仍然是很漫畫風格 我們覺得 一些噴畫 噴筆畫 3D噴筆畫的風格 那就是一種政治的諷刺 就把川普 小熊維尼 放進去 那它仍然脫離不到傳統 那種我們叫做 巨像藝術 就是有一個實物在那裡 就是不是抽象的 是巨像的 好了 但是現在我們所說的這種 generative artist 很多時候它是一種 抽象藝術品來的 譬如你剛才說那個連線 那個 random不同的人 去連出來不同的線 而呈現出不同的形態 那譬如我剛才說 可能是那些油彩 在那個水裡面的蕩漾 所呈現出來的不同的狀態 那現在在電腦生成裡面呢 其實就更加多變化了 可能是 是嗎 以前我們就在水裡握著握著 或者是 要人連線 最多都是10點 20點而已 但是現在不是的 電腦生成的話 那個組合 是可以很厲害的 其實是 變出來的形態就很多種了 沒錯 是到了你自己的藝術 你都不會 分析到 你都不會預設到 究竟是出來的 而看的時候 你都說了 其實generative artist 電腦就不是今天發明的 就是我們現在就說 NFT好像很新的 但是其實你追溯回 generative artist 由我們剛才說的 沒有電腦的generative artist 就是它怎麼用一個文字去表達 你每個人都可以不同方式表達 到了後期有簡單的電腦程式的時候 它利用電腦程式去製造一些 隨機性 Randomness 但是當時有一個不同 就是我看到很多時候 有些generative artist 在80年代 90年代的時候 就是他們自己是那個curator 譬如我Bonnie是一個藝術師 我寫了那個program之後 我叫他randomly隨機 generate了一堆 譬如pattern 圖案出來 或者是generate了1000個 但是最終我拿出去給那個gallery的 可能是我自己選擇 覺得在我的審美觀裡面 最漂亮 或者我覺得最有價值 最能夠代表我那次創作的 比如五幅 那麽 那麽跟著那九百幾幅 你就不會不見天日的 你或者是消毀了 或者是不見了 嗯 到現在你看到就是第一代最初 就是我們在說 people之後 真真正正的人 開始用這個generative art 在blockchain上面做一些事情 就是說 其實你會看到 我想大家看價錢 因為其實拍賣的價錢 是最吸引人的 一張東西買了幾十秒美金的 甚至乎 二十四點乘二十四點 二十四比乘二十四比乘二十四比的 一個簡單圖 我們小時候任天堂 紅白機的公仔 就是好像那一代的公仔 那麽你就說 嗯 這件事有什麽特別呢 但它代表其實並不是那個 原成作品特別 是個過程 它用了就是 它利用了generative art 又合併了下去 就說 它的generation 就是說 你買的時候 根本那張art是沒有generate的 那麽其實那個畫家放了那些框架 他放了一些parameter進去 那麽而你買那一刻 給錢的時候 他就generate一個random的給你 所以其實你是不知道 而它的框架是很簡單的 當時的框架是皮膚的膚色 頭髮的髮色 它有沒有耳環 有沒有太陽眼鏡 有沒有吃煙 有沒有吃煙 有沒有戴乎 是的 而它每一個特徵呢 都有它不同的稀有度 稀罕成 所以有時候你就好像 真的好像抽六合彩那樣 有時候你就會抽到扭蛋 正確的 好像扭蛋那樣 你可能扭了一張 哇 原來薑絲這樣的膚色 是很特別的 一千隻才只有兩隻 應該是 而反過來 我們很多時候作為 亞洲人你一看就 那麼醜樣 這些東西不值錢的 又或者唯一是想到 咦不是啊 它拍賣了幾秒 你看看有沒有便宜一點 買回來補一下 但是完全不會去研究一下 其實 為什麼在某一些人 或者某一些群眾 心目中 這件事 是會在一個 不知道在哪裡爆出來的 就是跟著你都說 你都說 你看 NFT 在這集的研究 你會看到 其實在蜘蛛Punk之後 又有一個平台 叫做 是比較出名的 你一查 蜘蛛的生產品 你就會看到 它這個平台 它平台上面會賣很多 不同的藝術 做的生產品 都是放在 blockchain上面做記錄的 這個人 我覺得這個 我們剛才也談過 這個節目 其實他的前身是挺有趣的 他本身是一個 直直無名 住在德薩斯州的 其實他就好幾年前 蜘蛛Punk推出的時候 當時其實買一個 所謂這些 blockchain的蜘蛛 就不是今天這麼容易 今天大家 如果有聽這個節目 可能你也會聽到 我們之前的介紹 去過OpenSea 去過這些平台 去過這些平台 那你就會覺得 跟網站沒有什麼分別 很簡單 最難的關鍵 就是我要做一個 wallet 然後我就可以進去買東西 看東西就好像跟我平常網站一樣 這麼簡單 但是以前最早那一代 那個界面是沒有這樣的東西的 你直接要學會怎樣去拿 一個所謂的 Token NFT 你也是真的要看它的說明 你可能要打幾行曲 所以變相就是說 當時我覺得是一個 一個自然的 filter 就是只會對這件事 有一種熱誠 有一個 passion 有一個很有興趣的人 就好像這個 德薩斯州的 他不是畫家 也不是藝術家 他就覺得 他很好奇 說你也不相信 所以我說 現在這個公平的社會 你什麼都有機會 他在德薩斯州 原來是做瓷磚買賣 他是入口瓷磚的 所以 一個入口瓷磚 在藝術行業裡面 傳統藝術裡面 直直無名 完全沒有一個地位 他其實只不過一直下來 都是最初對這些 有興趣的 因為他覺得很好奇 這件事是什麼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原本藝術 而大家都不知道 現在在賣幾百萬美金 這些蜜蜜蜜蜜 最初的時候 他原創的時候 他說 你們懂得來做的 你就做了 是不用付錢的 是送給你們的 或者這個藝術樓的創辦人 其實他是當時免費 拿了蜜蜜蜜蜜的作品 沒錯 他就因為好奇心 走去覺得 就好像其實 最早期的掘礦 比特幣那些掘礦的小朋友 都是一個好奇心 自己家裡有一台家庭電腦 電費也是父母給的 他自己沒事做 就去試一下這些情勢 這個人也是 他原來是自己研究 有這個方式 我應該學會很難 我可能要自己寫一兩行曲 去Mint 所謂的Mint 所謂拿到這些蜜蜜蜜蜜的NFT 好了 他拿了回來 當然 好人有好報 這些都不知道是不是 然後突然之間 這個市場開始興起火熱 蜜蜜蜜蜜蜜蜜蜜 大家就知道 然後那些錢炒得很高 他又不是說真的 為了賺很多錢 走去就買 我們最流行吧 蜜蜜蜜蜜蜜人 老老老的也是笑話 一個面子就是買蜜蜜蜜蜜蜜蜜 原本來他就是 當他覺得蜜蜜蜜蜜蜜蜜 他將買了一堆 所以可以用到這 relevant 其中一部份 慫了 他的資金 資金用來支撐他 下一コท他很想做的 就是這個 啊blog的平台 Cit building 以及能夠在一個實時情況之下 將某一些代碼 可能是直接是透明性地儲存了 在一條區塊鏈的區塊上面 會產生了什麼效果呢? 或者對這個藝術的行業 會帶來一些什麼新的衝擊 所以他就走去做這件事 其實Artblock這間公司究竟是一個Gallery 他是一個Curator 還是一個交易的 藝術品交易的平台呢? 你現在上去看你都會覺得 第一眼你會覺得是一個交易的平台 不過他會有一點點不同的 就是他自己開檔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都知道 自己開檔沒有人來的 那你就自己買著自己的產品先 所以他開檔的時候 其實第一件的藝術品或者產 所謂的藝術嘗試 就是因為他自己對這個生成藝術很好奇 還有他怎樣可以融合兩個科技 就是生成藝術和區塊鏈 就自己試了一個 他好像叫做Squiggle Squiggle 就其實是沒有東西 好像你拿那些MAC Paint 你以前有沒有試過 你拿一個MAC Paint 沒有筆之前的 就這樣在那個MAC Paint裡面 不斷畫東西 那個粗幼是很粗的 其實他就是每一個 這個Generative Art 他那個系列就是 好像一個這樣的圓筆 就是一個粗的Squiggle 不足的一個線 是的 他的框架就是有不同顏色 可能粗幼有些不同 好像一條蟲一樣 是的 好像一條蟲一樣 他第一個產品就是自己的東西 因為你自己開檔 又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那我就自己試一些新的東西 但是那個也是差不多 你看回歷史 所以現在來說 今年就是它是第一個嘗試的東西 是整個Code 它整個Piece of Generation 那個Code 是在那個Token裡面的 所以你買了一個Token 你是沒有人 你不需要好像以前那樣 那些人就說 那你保障 我們以前也討論過了 你保障 那如果這幅畫是一個實體畫 那人家偷了這幅實體畫 但是你又只拿著一個 在區塊鏈上面的證明 誰跟你去偷回來 拿去搶回來 怎麼搶呢 所以問題就是 你其實最大的 就是你這個保障的權益 你現在最初形成 只能保障 完全在虛擬世界裡面的東西 那如果你整幅畫的 那個Generation Code 都在你那個Contract裡面 那你是偷不到的 就是你可以copy 但是永遠都有一個 很簡單的證明方式 就是你永遠都擁有 原生的那個石代碼在這裡 那這個是它在藝術方面 一個突出的創作 就是它是第一個 跟之前我們一直看 由直到現在 香港還有很多 那些Gallery 所謂的NFTGallery 我看到也是有藝術畫 一張畫 放上去 連誰 我那天去逛 有人請我去說 K11 不知道幾個月前 開了一間實體店的NFT 然後我去到我 咦 這個我已經這麼熟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不是很熟 這些人名字 但是我很記得她的樣子 前面有一張白色的頭髮 嗯 我就說 這個我媽應該提過 好像是寫文的 那她想了一半 我回去問我媽 她就說 這個就是李淳欣 李淳欣跟NFT有什麼關係 他是畫家來的嗎 他做什麼 前不來他也出了一個NFT 是嗎 所以我覺得 那你就知道 NFT這個熱潮終於來到了 是 誰知道來到 我最近在 昨天 不是最近 只是昨天 在地鐵站 我朋友拿著我去看 他說 然後我看完之後 哎呀 糟了 這個蜘蛛市場的到頂訊號來了 就是你知道 地鐵有很多那些光管的那些 廣告的 登箱廣告的 登箱廣告 我看到我以為是那些 又是那些什麼 Doctor Renew的那些 你知道那些護膚品 叫你去躲在你的臉 或者是整容那些 因為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穿得很華麗的女孩子 好像宮廷服那樣 躺在一張梳化上 那個姿勢就好像那些 那個什麼 Marie Antoinette 這樣 躺在那裡 然後我一看這個標題 嚇了我 她就說 Bitcoin Queen is here Bitcoin女王就是我 就是還寫著那些什麼 比特幣不是男性獨尊 但是為我獨尊 她整個字 哇 我真的流汗 我滴汗 快點有比特幣 快點出去了 快點出去了 我想很害怕 就是阿婆入市的時候 其實又來了 是啊 她寫著叫我Bitcoin Queen 還要 尊握盲目的時代 就開始了 剛剛你提到 這個 Art Block 這個 就是一個所謂 Generative Art 在NFT裡面 一種生成藝術的交易 那特別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是一個 就是它 除了是 在那個電腦 就是在那個Digital的世界裡面 去完成那個創作 有一個Randomness 去生成之外 就是你可以擁有 那個作品的生成過程 應該是 嗯 沒錯 就是在那個NFT token 在裡面 黏在一起 是的 黏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個 獨一無二的藝術品來的 它可以是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藝術品 因為我們經常說 藝術品 藝術品是什麼呢? 最重要就是它的供應 的稀有性 嗯 就是不要說它 藝術價值高低 這個就是很專門的藝術評論 兩等這些 但是呢 你想想 剛才你說這個 德薩斯州的年輕人 麥慈磚 然後 然後因為蜜蜜蜂的作品 喜歡 那就引發它 就拿了蜜蜜蜂的 不用錢的東西 然後去創業 就做了這個藝術品 然後自己做藝術家 就將那些 就是我也認識的 那些 就是那些 掌握了那支 觸摸鏡的 對呀 你碰到哪裏 畫到哪裏 就是那個動作 對呀 掌握了動作 那就說是藝術品 那會不會這個世界太簡單呢? 其實就是 我會想回就是 究竟那個藝術品 有沒有一個所謂的價值 那個怎樣去那個價值 我覺得是一個挑戰很多傳統的想法的 我們經常覺得藝術品的價值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 首先就是一個藝術家 畫畫畫畫畫 畫到吐血 好像梵高那樣 割了耳朵出來 都沒有人要他的畫 那就 他弟弟走去到處推銷 都沒有人要 他死了之後 終於有個畫廊 收藏了他的作品之後 慢慢就擺展欄 就遇上了一個藝術評論 就覺得哇 驚為天人 那就不斷去推介梵高的作品 那就推到梵高死後一百年之後 才是 大賣 就是 但是梵高及其家人已經消失了 而且他們一些這些利益都看不到的 是的 這個藝術品市場的運作 就是靠一班 但不是 你剛才不是這樣 你剛才不是這樣跟我說的 我覺得你剛才說才是真實的 你說 通常那些創作者就是 看一看很多這些窮鬼藝術家 買了這些東西 不值錢的 你減評減薦買了給他 然後他就看 你死了 那開始 我買完了 已經整個collection在我那裡了 那個貨源已經歸邊了 然後他就開始跟周圍的人說 這個藝術家很厲害 這個很棒 你將來一定是上升的 然後大家 你死了沒有 你死了 那就再跟他出個畫展 這個就是實況來的 就是等於炒這個日本威士忌一樣 先買了原酒 然後才告訴你 這個觸殼的原酒就是最好的 但是那些貨已經在我手上了 然後就由700塊炒到2萬塊這樣 這個都是藝術品 所謂稀有價值 我們叫做炒那個稀有價值 但是他同時有一班叫做藝術史訓練的人 Art Curator 拆展人 畫廊 拍賣行 是整個生態 造成一個所謂藝術品市場的生態 他很特別的 他不是好像鑽石 鑽石的稀有性 就是他開採很困難 是吧 所以他就有個價值在那裡 他有一個實物在那裡 藝術品呢 你說 一張Mark Rothko的紅色 一路慢慢變到黃色 我一直在博物館看那張畫 我看完之後 我都不覺得其實為什麼這張畫這麼貴 或者一張Jackson Pollock的抽象畫 就好像我們小孩子用牙刷 把那些顏色放進去那個帆布那裡 但是藝術史家就說 這張畫很重要 是 特別是所謂modern art裡面 很多conceptual artist 觀念藝術家 是吧 比如Joseph Boyles 我都看 其實我真的看不到他 就是我沒有辦法 當初我讀藝術史的時候 但是後來你會明白了 我原來整個是一個 建構出來的價值 由一班 擁有他作品的人 由一班 藝術的評論員 策展人 所謂一個精英的圈子 但是現在這個 剛才我們所說的是 德州賣瓷磚的人 他完全跟傳統藝術圈沒有關係 那班又跟蘇富比克里斯蒂 還要的畫廊 Cuggenham Museum MOMA 全部沒有關係的 我想完全不沾邊 是啊 完全是大家看到他 是你阿水 是啊 那我就說 其實這個這樣的 NFT 和Generative Art 它那個破壞力 我覺得對傳統藝術 市場和藝術權力 精英的 那種顛覆破壞能力 我想是很厲害的 是 而根據你所說的 即是狂眼理由下一個 上升和上升的 Generative Art 很有可能的 你下次再加上Elon Musk 做Muralink 可以植入動物的腦 知道他在想著什麼 那麼他就可以 由他在想著吃什麼 就是由他的食物 做一個Generative Art 那我覺得你那個 就是他的腳步 是的 然後他那個晚上想吃什麼 去哪個食物那裡的腳步 記憶著他在想著的過程 哇 這個 簡直是 這個作品來的 這個真的 大家聽就好像很天方夜譚 不過其實我們又不是離開這件事 這麼遠 因為你想想 你剛才講到的 對這個整個 可以說是一個供應鏈來的 這個都是藝術市場的一個供應鏈 你由畫廊到 創作者 到你怎樣才可以出名 其實也都是證明了我們以前那一段 因為科技沒有這麼進步的時候 人和人的距離一段 所以你永遠都是一定要去那些 譬如你說去巴黎 很多介紹巴黎的朋友說 這間咖啡店就是當時整班 印象者 或者那個年代 所有的 所有是 Up and Coming的那些藝術 都在這裡喝過咖啡的 你會聽到很多很多這些故事 你就會知道 你當時 作為一個 沒有資源 或者是一個 不是 生在正確的地方的人 你想去就算你自己幾有天分做藝術 你都必須要幾經辛苦 就是要走進去這些小圈子那裡 你才會覺得 才會有人認識到你 而正正在 因為這些小圈子 也都跟你其他的各行各業 其實很像的 不同的行業 Blockchain 其中一個說 很爭議性的就是 它會將所有的中間人取代 就好像你以前要靠這些 Curator 那些 是因為你覺得 它有一個品牌 因為它是什麼什麼藝術學院畢業的 哦 因為它是一個藝術學院畢業 它那張沙紙就代表了 它對藝術有品味了 所以它說 說哪些是 Up and Coming Artists 就會大眾 其實一般來說 就輸出了外面的東西 就只是集中看那些東西 因為以前的傳播渠道很窄 一個就是你親自去畫廊看 那你親自去畫廊 說真的大部分的人 你都只能夠在周邊的城市去 或者甚至乎你去一些 出名的藝術品 或者藝術家 喜歡輕的地方 例如巴黎亞或者紐約 那如果你不在那兩個地方 就基本上你沒有機會被人認識到 究竟 那些人可不可以自己主張 你是有價值還是沒有價值 但是我覺得你說的就是很巧 另外一件事 現在這個NFT 會對傳統行業帶來很大的衝擊 就是尤其是新的這個世代 一來它完全對這些所謂的有貧政 說你是藝術創作者 說你怎麼厲害 其實它根本就沒有意識 它對這個概念 它不覺得它不賣你帳的 就不像我們小時候 覺得TVB小時候賣的廣告 就是他們推薦的東西 一定是有品質的保證 這些東西賣得廣告真的厲害了 現在沒有很多人在電視買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你會形成 藝術會不會都是成為下一個被衝擊的範疇 就是這一批所有在中間做渠道播放者的人 他們都要再想一下 其實在下一個世代裡面 當你第一 你一個Generation 完全對你們不賣賬 因為他們自己由小到大接觸 就是由小 就開始掃個ipad 掃到大 他們的感覺就是 我所有知識都可以隨手得到 我想有想知道的東西 我想看的東西 我都可以隨時看到 你在山卡 有一個up and coming artist 只要我在Twitter看到我有一個朋友提過 我都可以馬上去看到那些話是什麼 我還需不需要 聽你之第一 去說 你說 是up and coming 就一定是up and coming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一個問號 會怎樣影響將來那個藝術的市場 還有會不會是真正地可以做到 我們所謂的equal opportunity 平等機遇 比多些的人有那個平等機遇 而相對來說 因為人多了 有平等機遇的時候 你其實那個行業 大放異彩可以更加多的variety 更加多的不同品類的artist 因為甚至乎我覺得artist 對我來說 一直都有一個疑點 就是我就是好像你說 我小時候 我根本到現在 我都不覺得那幾點那些 振下去那些 為什麼 我經常覺得 我有幾百億身家 我都未必會買這副東西放在家裡 我不如隨便叫朋友振一振 或者叫隻狗去振一下 我還覺得有意思 對我來說 我還覺得有意思 因為是我一個認識的人 或者我一隻 我很深愛的寵物做的東西 還有你一個三色七 還要充滿我幾億 我經常都有問號 當然我也知道 其實你現在和現代 即當代現在的收藏者來說 百分之七十個市場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保值作用而已 根本你說那些人 對你說你買這個 Andy Warhol作品的人 是不是真的很欣賞他的作品 未必是 只不過他覺得 他覺得他有一個價值 他知道保值這些東西 到時候走爛的時候 你那幅東西是隨時可以賣得出20公斤的 銀行認證 拍賣行認證 就是稀有性 是那幾樣東西而已 就是銀行確保這件事 是可以當到錢的 我覺得 我覺得 剛才我們說 Crypto Punk 或者Artblock 這個發展 我覺得 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我想這個Artblock的創辦人 其實他 可能根本不知道 Jackson Pollock是誰 Mark Rothko是誰 就是這些所謂現代藝術 鼎鼎大臉的人 我覺得他根本不認識的 或者現在 在網上 迫著這些 Generative Art的年輕人 他第一個接觸的藝術家 可能叫做Crypto Punk 你明白嗎 他根本是另外一個 以往傳統 藝術拍賣市場 或者畫囊 藝術教育等等 是沒有接觸不到的人 這班根本是 他根本對這些東西是沒有興趣的 他覺得那些東西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 當他去到接觸到Crypto Punk 的Zombie的時候 他就覺得 是啊 是我們這一代的人 在用我們這一代的語言 在做的東西 所以他有一個 首先我覺得他覺得很親近的東西 他有一個聯繫 Andy Warhol是兩樣東西 我們看到Andy Warhol只是問 金比買這張東西是多少錢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毛澤東的頭 用絲網印這麼直線 現代藝術 一進入普通市民眼中 就會有這個問號 是的 又或者作為一個 你說做一個投資者 他可能很多時候做的調查 就會是 Andy Warhol 這個系列 之前之後10年 買賣價值是多少 每年升了多少 或者他那個框架 我最多 因為他會想想我最多升多少 或者我保值的話 他其實最多是跌多少 那我就知道 我買這幅畫 如果是為了因為容易帶走 容易保值 容易走路的時候拿著走的 那他最少最便宜的那幅 最便宜的那幅都是 曾經市差到 媽媽都不認得 他都是跌了20% 那我就知道 我保值的 但其實對一般人來說 你說 那罐金寶湯 就是Andy Warhol的那幅金寶湯 對我來說 為什麼買回家放呢 你放在家裡 我也不想放 回家對著一罐金寶湯的罐頭 我不如放一堆在那裡 我放到整個屋子 都是金寶湯 都便宜過你 但問題 你說的就是 其實另外一個因素 他會給一個價值的 就是那個文化的文物 作為一個文化的文化 可能對你來說 那罐金寶湯沒有意思 但對一個曾經經歷過 Studio 54世代的人 或者他看起那堆畫 他就會想起當時年輕時候 在那種環境 或者在紐約的Studio 54 或者那種 他那段時期的一些回憶 而你放映到現在 蜜蜜蜂這個年代 就正正是這樣 其實不用蜜蜜蜂 你想想 近這20年 Marvel那些 那些電影 這麼賣得 其實你想想 因為很多 尤其是在西方的成年人 他小時候就是看這些漫畫大的 所以 每一個角色對他們 都有一個回憶 有一個牽連 有一個牽掛 就是他有一種聯繫 你不理會他 抽起他童年的回憶是好 還是不好 有一部分 我覺得藝術品的價值 就是在那個藝術品 對你來說 有沒有一個意義 而現在每一個世代 那個意義都不同 就好像說 其實Marvel 你再過三十年 我不覺得他那些角色 可以再做電影 因為根本 小朋友那些 那一代 除非我現在可以延續 因為小時候看過他電影 可能 十年之後 可以出過Iron Man 但是我覺得那個熱情度 就不像你小時候 就是看那些漫畫 看幾十半 很多年 然後你突然覺得 哇 新的科技 新的這種CGI 可以令到我漫畫 2D的人物 自然是我3D前面 他就會覺得 我有一種 價值的認同感 而反過來你 你今天我們可以看 哇 這個比我小時候還差 打任天堂那些 那些Mario 第一代那個Mario 那個樣子 我們都起了角的 那個人的邊緣 都起了角的 那為什麼這些人 會買這些呢 但是反過來你就會想 他們現在二十歲出頭 到他十年之後 或者到他成長了 他會想起 那個年代就是 痴線 Bitcoin Blockchain 所有我們第三代 就是那個時候出來的了 對他們來說 也都有一種 回憶在那裡 我覺得其實 藝術品的價值就是 一些一些 很多不同的因素 加起來 最終就是 你看著那樣東西 你覺得有什麼價值 而到了現在 新一代就說 以前還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是 阿末水說這個很厲害 就是是不是一個影評人 說這齣電影很好看 我就會去看 還是現在這個世代 聽說我從小到大 看網絡的 為什麼影評人 網絡會推薦的 接著我自己選擇看不看 我覺得好看就好看的 你就變得少了很多人 會看電影評論 反而那些人會留意 在網絡大家 整個社群 對他的評分是多少 不是 魷魚遊戲就是這樣 是啊 他自己的熱潮出來 可以是 就是當全世界的人都推到上去 trending number one 那時候 你一定會看的 這個在加拿大也是trending number one 在這個英國也是trending number one 那時候 所以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你剛才說到 他除了一個所謂文化的形同的價值 因為這一代是 在這個互聯網 科技成長的一代 他們對藝術品的 無論由概念 定義 到品味 都是跟我們傳統所講的 現代藝術 由法國印象主義開始 到梵高 蔡上 麥克斯 皮卡蘇等等 那一路到這個60年代 美國的這個 這個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 和藝術史的一個角度 去找那些所謂 就是他有一個故事 告訴你這些是值錢的 但是那一代的人 現在買這些NFT的 Generative Art的人 就根本完全不接觸那樣東西 我覺得 而他們也不會明白 他不會像我們那樣想的 他只是說覺得 第一這件事很過人 第二這件事有投資價值 有些可能覺得有投資價值 第三就是覺得這件事很新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所謂我們討論科技和藝術 其中一件事就是新 如果他能夠把藝術品 新成的過程 是寫在一個區塊鏈的一個曲裡面的話 實際上這件事是很新的 也都是改變了藝術的形式 實際上真的 因為我們經常說 就算是Beeple也好 他在拍賣行賣得這麼貴也好 他也是一個要在電腦裡面去畫的人 也是要畫的 也是畫的 是的 也是畫的 大家都在看那個小熊圍尼究竟 像不像習近平呢 或者川普的樣子 為什麼這麼像漫威那些 Marvels的漫畫呢 這樣 一種風格 但現在不是的 他是一個 自己January出來的一個作品 最後一個幾何形狀的模式 是自然生成的 當然那個藝術家本身有一些設定在裡面 但是最終生成的過程呢 就是每一個作品都不同 好了 他最重要的我覺得就是那個觀念的衝擊 我覺得 不在於他那個 所謂的你問我的art value是什麼呢 不是在於他藝術史 在今天藝術史有什麼break through 在藝術的歷史 藝術品的歷史裡面有什麼break through 而是我覺得他是用一種新的概念去演繹什麼叫藝術 這個在現代藝術裡面很重要 我們經常說 Mark Rothko這張畫 在這個Museum of Modern Art 你看完之後 你都不覺得他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原因就是因為他是什麼呢 他在一個藝術史裡面的break through 是不是 即將來可能Jackson Pollock 或者現在CryptoPunk的作品 可能比美Jackson Pollock的20年之後 就是因為他在一個藝術史裡面 他是第一個去將這種randomness 擺進去自己January 一個叫做藝術品 然後賣給你 告訴你這個藝術品 就是我們叫做觀念藝術 這種觀念藝術我覺得呢 在NFT這個時代裡面 就是在blockchain這個時代裡面 是一個新的 等同於19世紀攝影機出現 拍照機 怎樣影響這個 印象主義的發展 然後現代藝術慢慢走向 由巨像走向抽象 是因為我拍照已經拍到實物了 我用鬼畫出來嗎 以前我訓練這麼久 在法國宮廷幫這個 安東尼皇后去畫這個人像 你看到路易十六 畫到又很高 要他站著幾天 是的 又要收腰 又要穿巴雷舞褲 畫到他很英靈神舞 或者郎世玲畫這個 乾隆 畫到他穿著西式盔甲 其實這些是不是叫做早期的P圖 是的 早期的P圖 但是很辛苦 很辛苦 是的 因為真的要動一筆一筆這樣畫 沒有電腦 那好了 所以因為攝影機這個科技出現 拍照機 攝影技術 於是就令到藝術由巨像走向抽象 我覺得同樣 因為NFT 網絡線的出現 是會令到藝術 由抽象再走向觀念藝術 嗯 我覺得Generative Art 是一種概念 是Generative的過程 將它這個生成這件事 是一種隨便的 或者是一種隨便的 或者是一種偶發性的東西 然後變成一個藝術品 這個是完全一個觀念藝術 我覺得 最終我覺得還有很大的 很遠的路發展下去 可以 應該會 而且就有點像 其實都不是說 整個觀念藝術 你都跟我說 不是一個新的 就是當時 其實Andy Warhol 都是代表一個觀念藝術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 你有瑪莉蓮夢露 然後又有毛達東 那出了四個不同形式的東西 有什麼特別 但是你解釋過 就說 因為它是不是第一個用 這個什麼 施網印 施網印 是的 平圖的施網印 一種沒有 就是叫做反藝術 你知道我們以前畫人像畫 如果在畫院裡面的訓練 當然是講透視啊 講陰影啊 用色啊 構圖啊 立體感啊 這樣 但是它沒有的嘛 施網印是最貼的 就是一刮 然後接著就是平圖的 沒有陰影的 你看毛達東的臉 哪有鬼陰影的呢 一劈的顏色 而已嘛 那我覺得當時就是 他的觀念就是 告訴你 這些叫做 POP ART POP ART就是說 是一種資本主義 廣告商品熱潮下面 藝術品都變成這樣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 啊 Crypto Punk的 其實就是現代的Andy Warhol 因為他同時就是 有一種觀念就是在裡面的 你覺得 如果你 看上去 你覺得那個星星頭 和那個喪屍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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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仔 怎麼這麼噁心的 一般人的反應 而且一般人就說 廿四敗廿四 我也畫得出來 我也懂 我也可以 剁個黑色 剁個面子 剁個人樣 也是這樣 但是 它就令到 不是那個原成品的價值 是那個過程的價值 不是的 Donny我告訴你 conceptual art 最重要 最重要 等於NFT 跟Metaverse 是有一個 共生關係 conceptual art 跟NFT 是有一個 更等物的共生關係 一個 一個觀念藝術 你怎麼記錄 這是第一個觀念藝術 嗯 你說你是 是啊 你這個人老 又不能印出來 我夠識24bit生成 什麼時候說 Crypto Punk是第一個 其實劉細良才是第一個 或者Bony才是第一個 你會這樣想的 但是當那件事是一個紀錄 是一個紀錄 在一個 鑑線裡面的紀錄 很清楚告訴全世界 這是第一個 將這個觀念 應用在這個 藝術創作裡面 你想想那個價值多厲害 那就是 他認證了 以前沒有認證 是啊 你不需要再寫藝術來畫 根本就證明了 不需要畫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說的 其實歷史就是由寫那個人決定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 歷史學家 會看很多個不同版本的東西 才知道究竟推論 那個真實事情 究竟最可能是怎樣發生的 因為最後都是當時紀錄那個人 主宰 主宰的筆 主宰了他怎樣描述那個事情 即是CryptoPunk是藝術歷史來的 藝術歷史來的 藝術歷史來的 他也是 因為他那張NFT 那個寫法已經是藝術歷史來的 其實是 就已經證明了給你聽 特別是conceptual art conceptual art的困難是什麼呢 或者我們叫做 Happening art 或者是 行動藝術這些 過程創作完了 你怎樣記錄 是不是 你怎樣賣 賣不到的 譬如我 假設以前 其實是一個很轟動的 一個大陸的藝術家 在1997年 去拿了一桶紅油 去維多利亞公園 淋了這個維多利亞女王銅像 兜頭淋了一桶紅油下去 那被警察抓了 罰了錢的就算了 那香港人就罵他 那但是他說 其實我是一個行動藝術家 那香港人 怎會知道你在搞什麼 才可以 以前賣不到 他這個行動藝術 其實是做不到的 是啊 直接賣不到 但是我說 如果當一個觀念藝術 他能夠脫離了畫廊 不需要由藝術家 或者是 創作者去定義 而他自己 可以證明到 我是第一個做這個 也都解釋到 我可以 解釋我自己的作品是什麼 甚至我根本 一路已經有一群追蹤 在追蹤了 Kripto Punk的了 而且這群追蹤裡面 他願意出十萬美金 買他這個Zombie 他市場也是他創造的 追蹤員也是他創造的 藝術家 藝術家 也是他自己 藝術家 也是他自己 他自己 賣一個時間 怎麼賣 我們以前也討論過 賣時間 怎麼賣 所以我就說 這個 完全是符合了一個 新的一代 一個世代 對藝術的一個看法 就是你的概念 是不是帶入了一個新的概念 在藝術創作 而不是你的技術 你問我 是沒有技術的 技術是沒有技術的 技術是由電腦生成 技術 你反而是一個工程的技術 反而是一個 測試的技術 多於是一個傳統 我們觀察 叫做藝術家的技術 最重要的是 你放了什麼的標準 你怎麼解釋 你放這些標準 生成的過程 就是我們以往 我學國畫的年代 就是臨毛一本叫做戒指緣畫譜 我記得我從中學開始 一直畫 畫石 石有一種立體感叫做蕃髮 在傳統國畫裡面 是畫了五年 直接畫石的蕃髮 就是他訓練的技巧 當然最後我沒有選擇做一個畫家 但問題就是如果我說 現在不用了 現在因為生成就是一個技術 其實是 藝術家最重要的概念 變成是 這個就是駁回你之前 其實你都一直 說說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我就可以 是的 而且你一直跟我們說 在科技愈來愈發達的社會 你要做一個是 普通人 你專注一件事 反而是沒有價值 因為你越專注 譬如你說 我只是很厲害畫石 我是最厲害畫石的 我畫了一千萬幅石 我是全球史上畫石 最多畫得最像真那個 接著別人拿一個iPhone去拍張 我這個比你還真 而且你畫了一千幅 就是我在大分村經常講的故事 深圳大分村就是出口全球的油畫 我認識一個在韋州來的 讀美術學院畢業的一個韋州人 我叫他做深圳繁高的 為什麼呢 就是有一次我上去他的家 就是他自己的畫絡 創作室在他自己的家裡 他是畫一張的 梵高的這個叫做 雞蛋餅 因為我很喜歡這張畫的 畫幾個人在那裡吃薯仔 很早期的作品 我說你畫得這麼快 我說是啊 其實我畫得多過梵高 你知道嗎 梵高一生人畫了一張 我一天畫一張 那這個就是所謂技術的訓練 最終的結果 就是變成一個水貨油畫師 可能都找到成 就是技術層面的訓練 中國就變成這樣 他的藝術家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概念藝術是出不了的 因為你是要很多通才 第一你剛才講到 就是認識很多不同的古形精怪的東西 第二就是 是普通識 有通識 那你才知道 原來我可以這樣的 我將那些24bit的公仔 可以將它排列組合 然後變成不同的人頭出來 所以我就說 這些概念藝術家 會是由西方跌倒的 我覺得 中國一定會有很多模仿者 但是它是做不到的 原因就是 它破除了我們過去 所謂的訓練藝術家那種模式 要入畫院 跟老師畫石 跟畫譜 林毛 或者西洋畫學透視 人體素描 一直開始 那樣東西已經是 我覺得將來 AI可以做到人體素描 其實你問 做得好過 你畫十幾幅 你想怎樣什麼風格都可以 你可以預設我要什麼款式 不過 你再說回來 就是 很有趣 你說得對 你現在上網手下 經濟藝術家 你看你的畫面 沒有一個是亞洲人一樣 對 你也會想回 將來 其實 我想這一集 對我自己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 以前對藝術的看法 可能因為 你看傳統那邊 有時候令到你有點煩 你說很漂亮 我又不覺得漂亮 但是 反過來 現在想法 你看到將來 會有什麼在藝術的表達方式 就是 你需要有很多不同的知識 就好像以前 其實小時候 你會覺得 為什麼那時候 那些Pixel 那些做的動畫 那麼富創作力 為什麼他會想到這些奇奇怪怪的 這麼有趣 後來你才發覺 原來當他又說整個創作過程的時候 他們是不停地去旅行 不停地去接觸自然界不同的動物生態 其實他們很多的靈感 那個圓軸 那個 最初那個種子 那個意念 就是他在某一處看到 或者他潛水 或者他去看一些 很奇怪怪的深海那些生物 因為那裡有些很離奇的魚 動物 根本是沒有陽光之下可以生存 你就覺得 是啊 原來他那些人物是很像這些 反過來 你再想下去 就是 我們經常覺得 有些人就會覺得 比特幣是廢的 這些隔壁也都炒了 但是如果你不把它當成一種 興奮的新行業去看 自己去研究一下 就好像我們之前說的 我就經常都說 你不要管是否元宇宙 你要理解 其實那個科技所指的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能夠在一種沉浸式的環境之下 和互聯網上面的東西去互動 那反過來你再想 其實今天我想節目完事 我想說的就是 你今天看到我們都說了 就是天上一日就是人間十年 在蜜蜜蜜裡的 從我們的一日在蜜蜜蜜裡 好像三年那樣 它的演變是快 快到你想像不到的 從我們四五月講的BPO的一張JPG 到現在的Generative Art 其實你再下去想就是 你有沒有試過想 將我們之前所有提過的元素 譬如元宇宙的概念 那很多時候現在人們就說 我自己也是扯的 我就是扯在元宇宙裡 開個畫籠進去看 為什麼 哇 很愚蠢 你這些傻傻的走進去 那你的Avatar在畫籠轉來轉去 但是反過來 當我跟行內的人談的時候 我說其實你們怎樣看 他說你有沒有想過 元宇宙這個概念 一個3D沉浸式 而你自己有一個Avatar 在裡面能夠行動 就是你自己是一個人物在裡面行動的時候 他說你有沒有想過 下一步會不會是現在 就算你所有那些隨機性產生的過程 都是預先設了一個框架的 而預先設了一個框架 它隨機性產生了 譬如一千幅一萬幅之後 它就是這樣了 那幅東西 就算它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那個模式可以運行十年 它始終都已經是設定了 它不能夠再吸收外來的元素 去改變它的生產性 所以我就說抽象畫 一個最後的產品 最後的產品 那我朋友就說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我們去到一個位置 一定會有藝術家去想像 就是說在元宇宙的時候 它可能那個生成品 永遠都是在生產過程之中 而生產過程 它不單止是在它的Token裡面 先前定下的一些條件 或者Parameters 它是會隨著 譬如說你在周邊有多少個Avatar 你那些Avatar 跟它怎樣互動的時候 會影響它那個產生過程 那我說是呀 這件事我真的沒有想過 但是我相信 作為有Passion的一些藝術家 它一定會做到千千八百種不同的表達方式 就是怎樣將我們 也都將一些旁觀者 帶到進去整個創作過程裡面 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是我剛才說的 所謂觀念藝術的一個 一個新的發展 為什麼呢 就是所謂 由巨像到抽象 抽象 即使抽象由 抽象藝術去到五六十年代 飛躍發展也好 但是它始終都是有一個物件 我們說是一個最終產品 譬如你Jackson Pollock那張畫 它也是真的有一張畫 在那裡 它就完成了就停在那裡 它拼完之後 那些油彩就是這樣 就停留在那裡 那就是藝術史上大家看到的那張 但是如果它永遠是一個生成的過程的話 所以我就說它開了一個Pandora Box 它生成的過程 第一個藝術家只是設定了幾個標準 就是寫了幾個曲進去 那它自己去生成一些模式出來 然後成為一個藝術品 好了 然後跟著 還沒完的 現在我們只是說 它已經去到這個位置停了 然後它變成一個NFT賣給你 但是如果你在Metaverse裡面的 這個藝術博物 我幫它想一下 就是你會由觀眾去決定 那個藝術生成的過程 觀眾是有份決定的可以是 就是說藝術品最終的形態是什麼呢 是由那個參觀者本身 或者由參觀者的數量 或者他們的投票 或者他們的態度 是可以決定它最終 是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然後你才賣的 其實可以是 或者你看到 就是你看到 就是去到某個位置 其實你可以按一下 就是我要那個參觀者 比如我看到蒙羅麗莎 一開始 但是原來法國 當來的人 年輕人越來越多 它就先變成一張 不加索 多面體 非洲這個面具 這樣的蒙羅麗莎 然後你再 多些年輕人來的話 大家就說 喂 我想24筆蒙羅麗莎 行不行 它又會再變 它在一個生產的過程裡面的話 它永遠都是一個未完成的 就是不會有一個所謂的最終產品 我們經常說 觀念藝術 觀念藝術 為什麼這麼難 打進去這個傳統的 藝術品拍賣的市場呢 就是因為它沒有辦法記錄 它沒有辦法一個實物 拿去賣給你 但是如果它在一個 Metaverse的Gallery裡面 它是一個可以觀眾參與 互動完成 它是一個過程的話 而它隨時也可以繼續延續這個過程的話 那整個我們對藝術的觀念 就徹底改變了 我覺得已經是 這個已經不是再由少數人去抵抵的東西 加上這樣的想法 你才會發現 Metaverse 或者我不管它叫什麼verse 總之這一種沉浸式 你能夠去參與 你能夠在裡面活動 走來走去的時候 這個媒體 是加了一些東西 就是沒有Metaverse 沒有這種沉浸式的時候 你在畫廊是做不到 這種不斷地 就是你沒有理由說 畫廊不通 人站在那裡的時候 他不知道做很多感應器 然後就把東西 很難做的 有些音樂的 由音樂變成是視覺的 可以的 就是你走去左走去右 那些畫面會變 就是在演唱會裡面有很多這些技術 但是我覺得始終都是 就是它 是沒有去到我們 它授製的形式比較大 你去到一個完全是 虛擬世界裡面 變成它那個框架 一定沒有了 我覺得它能夠收集的元素 是多很多 因為你都知道 其實網上的世界就是 Digital的世界 Digital的世界就是能夠搜集的 Data的世界 所以我也蠻期待 反而我反而不是很期待 現在每個人都在Metaverse買地 我和我的朋友都聊過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我們經常用一些老土 傳統型的方式 想著 你紐約那塊地很值錢 因為紐約萬哈産就只有這麼大的 你今天買了當然是值錢 因為人家要去萬哈産 就一定要山長水遠去到那裡 而且你如果放在外面的人 人家不會去的 人家去萬哈産看畫展 你不會去建在Hoboken那裡 建一個畫廊吸引人去 但是我說 但是在虛擬世界 距離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一跳 我就可以去到那裡了 你在這裡 我又不用坐車 我又不用坐飛機 我按一個按鈕 你多遠都可以 而且反而我說 你虛擬世界 最後我要有一副硬件 眼鏡也好 什麼都好 眼鏡製作人也可以控制 就是我一開機在哪裡 嗯 還有它永遠都阻止不了我 如果我有朋友 有些平台介紹我去哪裡 我按一個按鈕 就在英俄去了巴西 你開個畫廊在巴西 有什麼所謂 這個東西我是在原語 這個虛擬世界 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這樣賣地是有用途 但是反過來我們剛才所說到的 虛擬世界會不會給到藝術品 尤其是這些conceptual art 多了一種工具 就好像blockchain 是多一個工具 而虛擬世界 給它更大一個空間 而能夠給它做到一些沒有虛擬空間 是做不到的藝術品 那我就覺得虛擬空間有價值 有趣味 而也都會令到我一個不是看藝術的人 我會覺得漸漸會不會藝術都關我的事 因為我可能有參與 一些好像你說的 或者甚至乎過多兩年 Elon Musk 搞定了 Neural Link Neural Link 都是一個 data input 就說我那天心情不好 他會發出我的心情不好 他出的那幅畫就會陰沉 那我就很想記錄我那一刻的感覺 我就說我買一個snapshot 是那個 那我就把家裡印出來 最後我還是要回實際生活那裡生活的 那這些事情 今天跟你談完 我就覺得好像有無窮無盡的想法 可以在這個藝術發展的渠道方面 會在未來的這五年之間 不單止我覺得在技術上區塊鏈有趣 然後在一些創造的環境 譬如好像純藝術 我都覺得 哇 我現在都想去打好一些基礎 這個藝術方面 讓將來看到這些新的變化的時候 能夠更吸收得多些 我覺得這個是接下來的了 因為那個科技是一個infrastructure 文化是infrastructure上面的東西 而科技的雜新已經是這麼快了 所以它上面的文化 一定會有一個大的變化 只不過這些變化 我覺得最先是在美國這些地方出現的 因為它創意的人才多 科技的人才多 還有它有一個cluster effect 我覺得 有一班人 一起去追捧那樣東西 到他們追捧了之後 就散去全世界了 其實我覺得 即是開始 你下一次搭地鐵 你就會看到 一個叫做 NFT Art Queen出現 是很厲害 然後就寫著 NFT為我獨尊 Generative Art為我獨尊 所以大家記住了 如果有機會炒賣 仍然香港人 一定會給我號碼 我覺得 節目可能最後都是告訴大家 大家要留意 這些的 就是不要再看金比 賣了一張的 Andy Warhol的毛澤東多少錢了 你也有機會 如果你看得準的話 你會賺錢多於金比 是的 就是這個NFT的Generative Art的市場 沒錯 我的建議是什麼呢 一定要看那個藝術家 在一個觀念上面 有沒有突破 這個才是落不落柱的一個方式 不要說炒水尾 Bitcoin Queen就是水尾 你水尾的話 就是接火棒的 就是高價接火的 想過之前就是Bitcoin Queen 就像你說 如果大家都是喜歡數字 我覺得這次是會破例一次的 我都會在下面 這個文章的下面 就放回一些連結 讓你看到一個不同的進化史 就是這個NFT的進化史 到現在在藝術品方面有 最初的Crypto Punk 到後期一些抄襲者 到這個Art Block 做的第一個 是真正整條曲子 放在上面的藝術品 那讓你們 可惡有一個捷徑 因為外面太多 有興趣的 看一下的 都可以看那個順序次序 它的發展 所以證明就是 就是 也都是告訴大家 就是千萬不要一成不變 就是現在你知道 香港人學習都是這樣的 就是很追求專門知識 其實現在藝術科技 已經是分不開了 根本是 是二而為一 其實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 可以這麼說 就是對我們這一代 不是電腦背景出身的人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對於年輕的人來說 它反過來就是 對於他們的知識 一個挑戰 他們科技知識 可能比我們知道很多 但是同時 他們在這個 知識裏面知道的東西 比如說哲學 這些歷史 文學 這些的知識 就可能未必是他們受到重視 如果你要知道 這個觀念藝術 在那個 未來那個投資的潛力 他在藝術作品裏面 他的觀念 突破點在哪裏 這些就是我覺得 是人民知識 其實 就不是純粹是科技的 那麼簡單 所以最後都是 建議大家 就是要去我們 《Curious Library》那裏 看一本書 哇 原來就是最後賣個廣告 直入式廣告這些 《Bony》 他有介紹一本新的書 我覺得挺好看的 其實這個 就是叫做 《人類大命運》 好像中文版 叫做 是 人類 三部曲的中間一本 其實跟我們講的題目有關的 都是 當人在科技協助下 已經有很多的東西 可以克服了過去 饑荒、戰爭 這些東西 差不多去到 就是有掌握神的權力 那時候 下一步會是怎樣呢 這樣而已 其實藝術品也是一樣的 我們在講的其實是 所謂的 下一步的藝術品 會是什麼形態 其實是 嗯 所以大家記住 快點去這個 《Curious Library》 《Curious Library》 是了 免費的 大家去看看我們有什麼 新書 或者一些好的作品 介紹給大家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嗯 下個星期呢 我就在YOLO街 和大家見面了 OK 拜拜 拜拜